大家好,今天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是来关于讲述说关于container 首先,我先介绍我自己,我是Phil Huang,叫黄炳君,我人是在台湾,我有involved非常多的一些community,像是CMTUG或SDMDS 那我现在是在Red Hat担任SolutionArchitect这样子的工作,那我同时时间也有写ROG 首先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台湾的社群叫做Conon Native User Group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去加入这个Facebook,然后去做一些分享,我们也有非常多的人可以在里面去做分享 那今天我大概有几个不同的topic要想跟大家做分享,那最主要的也会分为说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关于container的技术 然后也会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关于一些Docker,它的一些Networking的构造,那另外还有Kubernetes 这东西的Network Traffic,跟一些Network Model,该怎么去做实作,然后最后教大家说怎么去做Debug的事情 首先在一开始要先跟大家讲几个基础观念 那在一开始container are Linux,这句话为什么会这样子从而游览 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是因为Niers container,它其实就是一个一个的process 跑在Niers上面去运行 那所以基本上来讲,你只要能在Niers运行的一些技术 它同时之前也可以被apply在container里面去做实作 所以 所以我今天要的目的是希望能将这些常见Niers performance的一些tools 能够实作在container里面去协助你去做troubleshooting 其实你只需要安装完这个parman 然后同时之前去做一个dark alias到parman 你可以完全不需要修改你的使用习惯 你就可以去使用parman这样一个tools 所以是相当方便的一个工具 那现在我要讲的事情是说我们 待会所使用的tools都是parman跟googlenets相关的一些议题 那在讲之前最重要的我要去做一个分享是 内容namespace为什么这么的重要 内容namespace在Niers定义上来讲是协助你去做一个isolation resource的一个能力 所以我们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我们的一些常常看到的内容namespace 基本上都是源自于在从Niers kernel所产生出来的一个能力 所以透过这个内容namespace你可以去拥有自己的内容namespace routing paywall firewall ip address 基本上你都可以所有的技术获得一个小小的tenbus的空间 然后去做一些操作 那在开始去讲container之前要先跟大家做一个声明是说 呃 其实Docker它是一家公司 它不是 它现行不是一个技术的一个名词 所以我们现在都会通称说它是DockerReach DockerImage 或OCI container 或container file 这样子的一个名词 呃好那 OCI是什么 OCI其实是制定这个container image format的一个最大的标准组织 所以基本上来讲只要followOCI这个标准 你都可以去做基本的操作 呃做一做基本的管理啊 好那首先在一开始要先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关于container networking整个 呃的一个基础的几个模式啊 那 基本上来讲我的呃container的networking的看法 会采取比较中立的中立的看法 而不是会偏向任何一家的一个solution 嗯 嗯 像Docker他们是使用的是CNN 呃CNN container network model parmat是使用container network interface 所以两家的模式跟技术系是不一样的 那在这个呃我我这边只需要跟大家介绍三种不一样 可以协助你去做container里面的troubleshooting的一个模式 包含像是bridge包含像是container还有host这样是三个模式 去协助你去做一些troubleshooting的事情 好 所以这边来跟大家来深度介绍一下关于三种不一样的troubleshooting的方式 各位可以看到说第一个模式叫做bridge mode 其实呃上面会有所谓的command 9 那其实各位可以记得说 呃每刚刚有提到说每一个network namespace 他都会自己呃拥有自己的IP 拥有自己的空间 你可以在里面去做很多的操作 所以你下了 当你下了这串指令之后使用的是bridge mode 你能看到的空间就是在这个bridge mode里面的一个范围 呃所以基本上来讲我们只要认为说你的bridge是有问题的 我们通常会使用这样子的模式去做一些troubleshooting 其实这也是最常见的使用方式 那第二种方式是你直接去做一个reuse 其他container的namespace的一个技术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我在这边多了一个 呃net的一个指令 直接去沿用其他container的namespace 直接去做一个处理 所以这个debug container 跟这个container A 他们两个namespace是一起的 他们两个都可以共享 这个同一个IP去做使用 所以你可以当你怀疑这个container A 他里面网路有问题的时候 其实这种模式就很适合你去做使用 那第三种模式是 呃是使用nethost的一种方式 基本上来讲他就是把你整个的呃 直入一个container 然后可以控制你整个node上面的一个网路环境 所以当你怀疑你的host 你这个node上面的网路是有问题的时候 可以采用这样子的一个debug的方式去做 troubleshooting 所以基本上来讲你呃可以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知道说 只要你能掌握这些指令 他所处理的namespace的范围 其实基本上可以对你的troubleshooting的观念 会有非常好的一个呃一个视野 好所以刚刚讲完的是container的部分 那现在如果说我们跳一个层次 开始去思考所谓的kubernetes的网路 该怎么去做troubleshooting 这边要特别留意是说kubernetes的project 其实一般来讲是没有实作 所谓的内卧model的部分 没有实作 然后他基本上的实作是需要基于kubernetes 他所提供的cni spec 我们简称叫做container network interface 的规格去做实作 在这世界上比较常见的一个cni 基本上就是以frenor跟calico 这两个cni为主 但我今天要讲的呃一个范围 其实不限定于在这两个cni里面 是更中立的一个troubleshooting的方式 呃所以基本上等一下我会跟大家介绍五种 不一样的kubernetes内卧traffic它的走法 跟四种不一样的debug的方法论 来跟教大家该怎么去做toubleshooting 首先是跟大家介绍五种不一样的内卧traffic 呃在一开始讲kubernetes之前一定要先跟大家有个 让大家有个观念 每每一个pod 他可以有一个或多个的container 那这些pod里面他会去share所谓的storage 或network的一个net space的空间 那在kubernetes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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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kubernetes来讲的话 他的单位最小的deployment的单位是一个pod 而不是一个container 所以这一点在kubernetes的troubleshooting跟 呃一般的container的技术上是有点有一个相当的弱差 因为他最小单位是pod 不是container 首先第一个先跟大家讲的第一个traffic 这个model是当你一个pod里面有container tocontainer的traffic的时候 你该怎么样去做看待 在这个模式之下的话 其实刚刚有说到说一个pod 他里面有多个可以拥有多个container 这多个container会去share 一个同样的IP去做使用 所以在左下角有范例 可以让你知道说你有两个container可以去做使用 所以左下角你可以看到是有一个简单的指引 可以帮助你去做一个 当你一个pod里面有两个以上的 container的时候后的一个指令 所以呃在这张图也可以知道说 这个parta跟partc 他们两个是分属不一样的内容 lain space 所以两边的IP系基本上不会互通 那第二种模式是part to part的一个traffic模式 但是是在同一个node上面 在这个node上面来讲的话 如果都是同一个node 他们两个会直接在这个内建的bridge模式 就直接把traffic把它关掉了 所以在思考说你要做part的troubleshooting的时候 你一定要先清楚知道 你的part 是跟另外一个part沟通的时候 是在同一个node 还是在不同node 这两种troubleshooting方式是不一样的 这两种troubleshooting方式是不一样的 像这样图来讲是第三种traffic模式 当你的part to part是跨不同的node的时候传输 他会走出去到node以外的网路去做沟通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的话 其实他出去的traffic 他其实会followIPtable跟routingtable的路 去做导流 那第四种模式其实就是part to service的一种模式 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一个kubernetes的应用 如果你把kubernetes service 所以service这个观念它就是internal load balancer 在kubernetes里面的internal load balancer非常的单纯 所以基本上你的service到part都是透过这个service在做沟通的 那它整体的技术是使用iptable里面的rong rong rong bing去做协助去做scheduling 那第五种最后一种模式是当你的part要出去到internet的时候 或者是从internet进来到part的时候 其实会分为两种不一样的路线 所以基本上来讲我们traffic在这个模式会分为ingress 意思是说从internet到kubernetes的方向跟e-grace traffic从里面到外面internet的两种chubble群体的做法 好所以大概这些就是kubernetes常见的几种不一样的内国traffic的一个路线 那问题来了我们该如何去做实际上的troubleshooting 那基本上我们可以使用kubernetes去做assess的动作 可以去跟入到这个container里面去做一些修复的动作 那它整体上来讲的话其实就是绿色控制的就是绿色这个namespace里面的一个内容非常非常单纯的一个使用 那第二种方式是针对namespace的level的debug 那这边来讲的话就有一些比较tricky的技巧可以教大家 你可以看到我使用的是kubernetes control 如果在选择用no selector去选择了一个host 一个节点上面去运行一个pod 起来去做实用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我指定在computer1上面去运行这个debugcontainer 他所捞出来的ivlout两个是一样的 那所以他实际上的走法会长成是这样子 你实际上是落在namespace里面 所以你可以去测试说同一个no里面其他的pod 或是跨节点的其他的pod去做一个 同一个namespace的troubleshooting 那第二种方式第三种方式是说你在同样一纲指令里面 后面多新增了一个host network等于true 这个做法是直接让这个debugcontainer直接放在host上面的namespace去做操作 所以他拿到的IP 所以你在debugpart里面所看到的lautintable跟你在host的 就OS里面看到的lautintable是会长得一模一样的 但他们两个所使用的OS是不一样的 operability system是不一样的 像他这个例子是senseOS container里面包的是一个senseOS 但在containerOS我们选择的是用redheadcodeOS 去做实作 所以在这个图上面你可以看到说这个debugpart 他基本上就是掌管了整个hose和networknamespace 来去做管理 那最后一种方式是说你要去做针对running part level debug的时候 其实有两种方式可以考虑去做实用 在cubernamespace1.18之后他们会support一个功能叫cuber control alpha debug的能力 那或者是你可以使用一个open source专案叫做cuber control debug的一个能力的一个工具 那它实际上是怎么做的呢 这个工具技术非常的特别 它是将其中一个part直接column出成另外一个 column出一个新的part出来去做操作 里面的container的内容会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你是有一个独立的空间可以去做所谓的troubleshooting 不会影响到你线上的part的状态 好那基本上以上就是包含像是container跟cubernames相关的所有的troubleshooting的一个方式 那如果有人对我的环境有兴趣的话我采用的是cubernames1.17的一个版本 那最后有人会想要询问说到底怎么样去获得或制作出一个debug container 这边有两种建议的方式 第一种它的方式相当简单 你只需要准备好一个base的image 把你想要使用的内容dianatis的tool 安装进去就可以 或者是有一个open source的专案叫做netshoot 这个专案它已经帮你包好了很多的一个 内容troubleshooting的工具可以供你去做使用 好所以这个就是以上我的一些reference的分享 所以如果有兴趣也欢迎您可以来这边获得到更多的一些资讯 好那最后就是感谢大家的聆听 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的社群 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的社群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社群 叫做clownnative台湾usergrouper 好感谢大家 好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